胡定心谈感情事。和马国明音不适合分开,陈展鹏是搭档。 事后胡定心近年来饰演一帆风顺,但感情运就脚白卷,近日他在接受电台访问时,大访谈及自己入行以来的感情事。 胡定心入行初期曾和吴浩康交往过,到了2009年他和马国明态驻,2012年马国明证实他们拍拖约两年,但已经和平分手。 到了2011年间,胡定心被记者拍到和圈外男友Pat拍拖,但感情只维持了两年多。 2015年,胡定心和知名音乐人陈道德交往,但感情仅维持一年。 谈及和马国明的一段情,胡定心这么说,那是很久以前的事,现在我们是很好的朋友,最后不能够在一起,证明我们不适合。 有时候要分清楚,是不是和很重要,喜欢不等同于一定要在一起。 至于,被大家视为最佳荧幕情侣的陈展鹏和胡定心,他大赞对方是个很好的搭档,我们合作两次都感受到观众很喜欢我们,我很欣赏他,他在拍摄时都会分享自己的演戏经历。 定心在访问中说道,近年来妈妈开始担心自己的感情是,他称毕竟自己已经到了试婚年龄,妈妈希望有个人能照顾自己,但是我这几年真的越来越忙,也还未遇到对的缘分。 他说,自己最欣赏是有才华的人,朋友都说我,爱才,对方总要有东西让我去欣赏,学习,佩服,这些都会加分,当然他也要是个心地好的人。 我不限定他是圈内或圈外的,最重要是适合。 祝福定心,希望他早日找到真命天子。 喜欢好男孩 定心自爆会对有才华的人加分,朋友经常画我,爱才,对方总要有特质戏我好欣赏,会想去学习凯,好佩服,好仰慕凯,那会特别加分,一都要戏一个心地好凯人,戏人都中意好男仔。 我毛话一定要戏圈内定圈外,最紧要戏是无是和。 分清楚中意同是和。 对于现实与马国宁及陈展鹏的关系,定心一大仿剖析,我同马国宁戏有承认过一期,戏好奈之前凯事,一加我的都戏好好凯朋友,最后都无能够一期就证明我的无适合。 有时都要分清楚中意同是和,中意五等于一定要戏埋一期。 至于陈展鹏,瞿绝对戏一个好好凯拍的,最近两次合作都可以感受到观众好中意我的两个。 我好欣赏曲,曲系好中意演戏,所以拍剧过程中都分享做好多关于演戏及工作上开经历。